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住房已经历了三代 第一代 茅草房 第二代 砖瓦房 第三代 电梯房 但电梯房没有任何室外空间 只有透过窗户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 显然 它并不是人类最终的理想住房 那人类最终的理想住房是什么样呢 人类还能发明更适宜人类居住的第四代住房吗 第四代住房首先应该是这样的 居住与自然融合 环境与奢华同在 车辆在空中穿行 每层楼就是一座四合院 每户客厅外 都有一座私家院子 建筑外墙长满直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从此 人类住房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第四代住房 又称庭院房 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在总结了国内外众多绿色生态建筑的经验教训基础上 历史五年才设计创新完成 它将彻底改变成是钢筋水泥林立的环境风貌 使家变成家园 使城市变成森林 第四代住房的空中停车系统正在识别车辆 当你到达你所住大楼时 载车电梯已开门等你了 三十秒内 可抵达任何楼层 并通过空中接向道路 将车开到自家门口的停车位上 它实行人车分流 行人从载人电梯出来 集在室外街道上 没有了电梯厅 这将大大增加房屋的实得面积 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它每层楼就是一座公共院落 一条街巷 使居住重新有了街坊四邻 有了生活气息 使住户都如同住在四合院里一样 有了活动空间 第四代住房 每层楼的每户人家门前 都有停车位 不用再建地下停车场 使住户彻底告别空气污浊黑暗的地下停车时代 它每家每户的客厅外都有一座私人小院 一块既是平民土地 可在家种树 种花 种菜 遛狗 养鸟 聚会 聚餐 休闲 娱乐 隔空的屋顶设计 将彻底彻取楼上楼下噪音 还可使每家每户都是独栋别墅 这将使它比郊区别墅居住更安全 生活更私密 事业更往后 和大量节约土地 它的标准私家游泳池将会带给你无比健康快乐的生活 第四代住房可建在城市中心任何地方 更方便人们上班 上学 生活 医疗和出行 它最令人惊喜和神奇之处还在于 它虽然是一种比别墅更好的房子 但其建筑占地和建设成本 却只与普通住房相当 房价也应亦相当 各类户型及面积大小均有 它是所有老百姓都买得起和住得起的房子 并给老百姓带来巨大实惠 第四代住房 辉煌与自然并存 奢华与环境同在 这是人类一向前所未有的 能化时代提升人类居住品质的重大研究成果 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第四代住房与第三代住房相比 投入的土地和建造成本基本一样 但所得到的房屋品质却差别巨大 当第四代住房庭院房诞生 看到有人还在建设第三代鸟龙式住房时 真有一种这是在浪费钢筋和土地资源的巨大心痛 第四代住房 一个人类住房新的时代 将使住在城市中心的人们就如同住在乡下 不用到乡下买地都能够享受到田园生活 环境奢华才是真正的奢华 有家有院才是真正的好房子 第四代住房 一生有此屋一间 足以